马华熟理总会长拿督斯里为家祥博士指出 华裔人口比例逐年下降 对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当你量不够人多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一些长眼来说会给马来西亚人 尤其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会产生的一些变化 民主票商政治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大家都意见得到的一个后果 那就是当你少的时候你变成少数民主 那么你的方向、你的趋势 未来的这个大方向和格局可能就会不一样 第二在经济方面 各位当人口逐渐下降 那么我们说降到20%只任何待 在这种情况底下 当马来西亚一些种族能够超越了 甚至60%可能甚至70%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底下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你怎么厉害 那么最终一个国家要平稳发展 它必须要建立到每一个 尤其不管是少数民族或者是最大部分的民族 在各方面在经济担当扩大的情况底下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整个全球化的冲击 而我们又怎样的种植不重量的情况底下 能够突围破影而出 我想这也是一个相当值得我们生死的一个问题 魏加翔认为化解华裔人口比例下跌的唯一途径显然是要多生 不过知意心难 每一个人都说多生 但是马来西亚你说多生的话 我觉得一个 孩子他们认为进了孝道 摆散孝为先 要有一个孩子 很多人的思维已经这样想 第二个他们说如果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正好是一对好 他们觉得恰到好处 这个是很多现代家长他们的一种思维 以前多子多孙多福 这个思维恐怕在这个年代 不多人会采纳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部分我们不能够阻止 如果有人说我的孩子两个 如果生多你要帮我养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针对华裔选择移居海外的问题 魏加翔强调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趋势 在一个现在的年代 21世纪是一个地球村 你知道新加坡人很多又移居到别的国家 它肯定它是一个趋势来的 在一个大时代 你要抵挡这一个人口 尤其是这种流失这些人才 它是没有办法的 人往高处爬谁往这个地处流 所以是我们要珍惜人才 我们要栽培人才 尽量留住人才 我们要制造更多的人才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要不然的话 就让这些人才到任何一个地方打拼 只要它对这个国家有一天它认同的话 它也会回来的 新加坡不少的那些全马来西亚人 也在这个马来西亚买物资 只惨的 也有很多人他不拿这个新加坡的公民 他只拿BR BR可能是为了方便他的孩子读书 有一天他也回来